台湾高龄化加上少子化 百万缺工已经成为常态 人力银行公布 今年企业年终平均1.08个月 创下十年新低 不过平均年新是69.4万 反而是八年新高 有47.5%的企业预期 明年平均会调薪百分之三点二 国内经济成长率下修到百分之一点四二 但是民众生活还是要过 宠物店老板回想起疫情两年多 生意惨淡 今年总算可以发给员工 一个月的年终奖金 大概一个月 之前像前两年的话 疫情期间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 今年平均年薪最多的前五名产业 全部都是科技业 半导体业一百零二点二万元 连续八年称霸 年增幅达到百分之五点四 不过也因为景气低档徘徊 加上通膨和缺工 都让公司经营更加困难 人力银行调查企业预期 今年年终奖金平均一点零八个月 是十年来新低 企业对于明年年终的发放 会比过往几年还要来的少 甚至比去年少零点二三个月 今年年终奖金缩水创新低 但是年薪总额六十九点四万 却是创下八年来新高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点五 大约一点七万元 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企业预期 二零二四年平均调薪百分之三点二 平均每月加薪一千四百三十一元 低于军工教即将在明年调薪的百分之四 年终发放前三大产业 分别是金融业一点八三个月 达到十二连霸 其次是半导体业一点三八个月 营建业一点二三个月 反观住宿与餐饮业零点五九个月 医疗服务业零点九七个月 月均不到一个月 在大缺工时代 企业仍得要想想诱因 才能够找到含金量高的关键人才 记者朱峰之中健刚台北报道